文化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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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写的诗叫做四月和沉默 今天我们请文芬到节目当中 其实要和听众朋友来谈一谈 瑞典的短诗和排句 文芬 那么可是他是在最近二十年当中 他中风以后 他还一直不停地发表新书跟新作品 最后呢他甚至在近期还发表过一些排句 因为其实在瑞典 用瑞典语写排句的人是很多的 因为排句虽然是一个日文的形式 可是在世界上的一些 可以说年纪比较大或者比较年轻的诗人 都写过排句 托马斯在2011年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那之后台湾其实有出版 他算是他的自传形式的一本 其实不是太厚的一本书叫 记忆看见我 那另外也有出他的诗集巨大的谜语 那记忆看见我 其实是托马斯他的自传 对就是他的自传 而且其实他几乎从来没有讲过 他自己的故事 可是在这一次里头 他用一个反文体很具体地写了 他童年成长 少年时期 他对图书馆的看法 博物馆的看法 因为他的妈妈是一个 怎么说 是一个小学老师 她是一个单亲家庭出来的 所以你在那本书就会看到 他读的一个是拉丁文学校 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 过去我们就很多电影或剧本里头 很多人在教育体制下 受到的那个压力 来自一个拉丁文学校 一点那种教育的迫害 对可是你知道 当时我请马越南翻译这本书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 我们所有看到的故事都是不愉快的 对 可是托马斯写的那个 他在拉丁文学校 那个总结 其实是愉快的 虽然他也遭受到 老师的对他很大的威胁 威胁或者是压迫 同学的霸凌 对可是其实他人生 受到最珍贵的礼物 就是那个拉丁文老师 所教他的那些古典的格律 因为托马斯是唯一一个在瑞典 在50年代那么早发表的诗的时候 他就写那种古典的格律 他不是一个完全自由诗的诗人 对到了他的老年 甚至做过以后 他很轻易的可以拿出很多排剧出来发表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我是一直到那个美国演员 罗宾文老师死掉以后 因为我很喜欢他的那个春风话语 也是一群中学生 在那个贵族式的那个拉丁语学校 然后透过一个很热爱诗歌的老师 教他们诗歌 然后那个老师就很喜欢说 Oh Captain Mike Captain 就是我的船长 他那个讲那个惠特曼的那个诗 然后他用很新的教育方法 可是当时这个教育方法 就启发了学生对诗歌 对戏剧的热爱 他们晚上常常在一起讨论 抽烟 喝一点小酒 可是是很快乐的 那是一种愉快的 里头有个主要的角色 就是说他因为他受到启发 他就去演一个莎士比亚的戏剧 然后演那个戏剧的时候 他父亲是反对的 他父亲说他如果演戏剧以后 他就会偏离这个过程 他就可能没有办法考到 哈佛或耶鲁最好的学校 所以他就要求他的孩子回去 回去以后呢 孩子就选择开枪自杀了 所以后来老师就把这个 学生开枪自杀的罪 怪到那个老师的身上 去叫班上的同学 参加那个死亡诗人会社的 那个同学们招供 就是要你们讲这个老师有什么错 所以老师就被逼着离开学校 最后老师要离开的时候 学生就站到那个 站到那个课桌上面 一直上去就是说 Oh Captain Michael 其实他们其实是觉得说他们要用他们的行动去支持老师 所以这个就完全让我想起来 Thomas Johnson的那个记忆看见我 他也是一个拉丁文学校 可是他的结尾是说 他其实是非常愉快的 那么Thomas Johnson他就说了 当时那个老师叫做三氧的那个拉丁文老师 虽然他对他是很坏的 然后而且当时他已经在学校外面发表诗歌 所以当时老师认为说老师不喜欢他 因为他是写自由诗的 一点也都不懂格律 他说那没有错 可是当他毕业以后 他开始发表诗都有格律了 那Thomas在最后一章 他自己解释说 为什么自己有这个转变 为什么他后来喜欢的那个老师的 所交给他的诗 因为他觉得说 其实那个格律对他来说 太简单了 而且幼稚到不能再幼稚 他说因为就是这个格律这么简单 所以对他来说充满了乐趣 所以他说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文本 降落到成世间的时候 透过这样的形式 结果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也因此充满了乐趣 这就使我想到他写的那些排剧 他也其实是觉得好玩的 所以当晚年是 我们刚刚放的那个四月跟沉默 他似乎是有点悲哀的 是有点悲哀是他中风之后写的吗 对对对 可是你如果读了马越南帆的那个巨大的名 你就发现越到后来的时候 他写出了一些短诗排剧的时候 是越来越幽默 越来越容易读 比如说他写说 他有一首诗叫做 谁都不懂是什么意思 他说从泽中跃出 就是那个从沼泽或者从海水中跃出 松树的中标半夜 免于捧腹笑 从泽中跃出 松树的中标半夜 免于捧腹笑 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可是你感觉到一种幽默 它里有很多类似的诗 真是奇妙的上帝百住的森林 城墙发亮了 爬着的黑影 我们迷入于森林 蘑菇之国度 黑白的喜鹊固执地跑来跑去 横穿过田野 看我坐在这儿 像靠沙岸的小舟 这儿我真快乐 它就有很多这种小品的 就小品然后看起来很开心的 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 还有一首诗 阳光的狗链 牵着路旁的树木 有人叫我吗 野草站起来 它的脸孔 剩下一个科字的石碑 像类似这样的诗 你突然发觉它 它轻松了愉快了 你还是感觉到 好像它身体是被 它身体被束缚住的 固定在一个肉体 可它的精神是 好像升华了 很轻松了 但还有这样的诗 我曾到过那儿 刷白的墙壁上面 苍蝇在聚集 这个就是一个牌剧 就是一个牌剧 就是类似这样的诗 还有一句很有哲理 死神弯下身 在海面上写笔记 教堂呼针基 还有一首 这个很有意思 房顶裂开了 死者能看见我了 那一面脸孔 我现在念 刚刚念的这个诗 就真的有点 静意看见我 它的那个散文曲 回忆的那个味道 因为它说 其实每一个人 的年龄 都有不同的面孔 就很像一个树的年轮 所以当时 你在做一个人生的 回忆的时候 因为它其实开篇的时候 说我的人生 就像一个会心 就是那种天上的会心 它最后已经燃烧到末尾 燃到末尾的时候 你这样子 但去回想自己的人生 你其实是可以看到 那个尾巴跟那个核心的 那每一个人 年龄都像树的年轮 有一个面孔的时候 你每次只要 回想到你那个年龄 你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 你其实看见了 自己的另外一张脸 所以其实 即使是短短的几句 不管是短诗 或者是排句 那不管是写的人 或者是读的人 其实都会有一些领受 我觉得会让 你自己的人生 会变得不一样 就像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文芬跟听众朋友提到 在同样一种 比较迫害 压迫式的教育体系之下 为什么有些人 走不出去了 但是为什么 有些人还是觉得很开心 那比方说 像托马斯一样 即使他后来晚年中风 那他平常的生活 其实也并不是太富裕 有点穷困 但是他即使生病 他还继续写诗 诗对他来讲 是一种精神上的 打气跟鼓励是吗 对对对 我觉得宗华你一定记得说 在记忆看见我里头 他有一段 他透露了一个 他自己 少年时候 一个很重大的秘密 就是他15岁的时候 他中邪了 对 他一直觉得有鬼 在他的房间里头 所以他每个晚上 都在跟那个鬼斗 斗生 嗯 他每天都把那个鬼 因为他妈妈想 他在房间里头尖叫 他妈妈想来帮助他 后来他就把他妈妈 赶到外面去 自己在房间里头尖叫 他就过了一个非常忧郁的一个冬天 因为他真的见到鬼了 他那个鬼就纠缠着他 那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说 他现在老了 他说当时如果他读到那个佛教的那个关于 嗯 释迦牟女在树下震道那些故事 他当然就不会把鬼 看作 看作是一种很可怕的 是 他 在他闹鬼那个时候 他说幽灵是他自己的一个秘密 嗯 所以 现在受到迫害的是他的私生活 所以到学校去 反而是 是他有个喘息的空间 嗯 这个真的是一个私人 最有意思的一个经验 这个事情倒过来了 嗯 就是说害使他害忧郁 真的是他自己在家里的生活 可是到学校 那个很有问题的教育体制 反而让他活得过 反而让他活得过来 通常他是没有爸爸的 所以他 他有一种能力 就是说 他通常是外公养大 跟妈妈养大 所以当他在面对那个男人的 或是一个父权的社会的时候 他是自己有 有办法应付的 同学霸凌他的时候 有个很壮的男生 曾经霸凌他 可是他就忽然想开了 他觉得只要那个人 来打他扔他的时候 他把自己想成一个 没有生命的布袋 你越放松越柔软 那个想要打你的人 就突然觉得 这个不好玩了 再也不来玩你了 我觉得诗根想象 对一个人很重要 对 所以他 他是一个有能力 自己去克服 这个问题的人 他不要他妈妈来帮助他 而且他前那段忧郁 最好笑是说 他过了那个冬天以后 他长得特别高 特别高 好像忧郁是害他 害他长高的一种肥料 就变得很高 从15岁到17岁之间的 那个鬼魂 害他再长得非常高 然后他说 一直到有一个晚上 他陪同学跟同学们 一起去谈吃 他们可能那时候 15岁17岁 又可以开始抽烟 慢慢抽这烟 慢慢在一个蓝色的夜晚 走回家的时候 就快春天 我家现在外面就有这种 现在就有这种感觉了 蓝色的光 他就说 那时候蓝色的光 他走路回家的时候 就不再有感觉到 那个忧郁在家里的房间等他 就是他那个中邪 碰到鬼 那个故事就过去了 所以有时候看到他 我就对于那个 Robin Williams 自杀那件事情 我就把他想开了 虽然我曾经 这么热爱这个演员 曾经这么热爱 这个电影里头 所有的老师跟孩子们 一起朗读诗歌的那种快乐 就重新从 Thomas Trostell的身上 又找到一种希望 这个短诗跟排剧 在生活当中 不只是作者的希望跟精神 同时也是我们读者的 希望跟精神 就他写了一首诗 很简单 顿时的觉悟 一棵老的苹果树 大海靠近了 顿时的觉悟 一棵老的苹果树 大海靠近了 靠近了 对 中华可以马上就念出来 很厉害 还有一小段 灰色的沉没 蓝色巨人走过 海吹起凉风 这个很喜欢 对 其实不管你懂不懂 诗人在 也许在排剧里面 在短诗里面 也许他有他独特的一些隐喻 但是我觉得读诗 还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常常写到海 像我每天出去散步 也会看到海 也会看到海 我们家住在森林里头 然后旁边就是有一个海湾 难怪有些时候打电话给文芬 文芬说 我现在要出去散步了 对 因为有时候太阳来了 或者是蓝色的光 它很短的时间 所以就不能再聊天 就是我现在要抓紧时间出去散步 要出去散步了 对 第一首诗一定要念 好你念给我们听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非常谢谢文芬在瑞典 透过电话跟我们分享 这个瑞典的短诗和排剧 最后可以跟听众朋友谈的是 在1985年的时候 托马斯跟马月然教授 同时访问中国 那有一天 托马斯在北京外语学院 给学瑞语的学生 朗诵自己的诗 然后他朗诵完的时候 有一个男学生就举手说 我没有懂得你刚才朗诵的诗 不过托马斯的回答是 诗是不需要全读懂的 你接受吧 就把它当作是你自己写的 不管你懂不懂 但是你看它 你就会带给你满心的喜悦跟欢喜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文芬